在執行之後的話你會發現無論怎麼跑 他的四個邊邊都是2468 中間一定是5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他更快 不過這個我想 不是考試的重點 那是你要先寫出來之後 你才有辦法再加 那程式永遠沒有寫完的一天 我想這個也是 他的樂趣所在 所以以前我也曾經就是說 為了想出一個寫法 可以一個晚上不睡覺的 而且可能是累到睡在鍵盤上的 這種狀況都發生過 所以如果你要對寫程式有這種熱情的話 你會覺得還蠻愉快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到底他跑了多久 才把這個結果算出來 另外的話總共比對了 重新排列了幾次之後 才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其實如果說兩個一個時間的話 那怎麼假設說你將來 會希望做出時間的話 有什麼方法 那我這邊提供給各位做 就是參考 因為在雲端上面 我放的那個城市裡面 我是把它註解掉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第一個 知道這個城市 跑多久 才有一個結果 那當然相對的時間 越短相對的越快 這效率問題 不過以台灣的市場來看 其實好像效率 應該不是太重要 因為為什麼市場小 可是像大陸 中國大陸 它那個差一點點就差很多了 所以他就會希望在 很多小地方上面 能夠加快一點速度 那第一個 如何在你的城市裡面 加一些時間 最簡單的方法 時間 剛好用到 有沒有 你可以用Date 或者另外一個叫做 System.Current 這邊我把它註解 第一個 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Double 當然或者Long也可以 不過這個地方的話 它會 這個地方 它會回傳給我們 一個System.CurrentMiles 它這邊裡面 會返還給我們一個Long 這邊是一個Long 那Long當然 你可以直接放在Double裡面 也OK 或者前面放一個Long的形態也可以 那也就是說 我在這個城市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取得什麼 系統現在的時間 系統現在的時間 就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T1裡面 那當什麼時候要計算呢 當最後結束的時候 所以結束的時候 我這邊我有兩行 所以總共會有三行 等到最後結束的時候 我就把系統時間 就是結束的那個時候 再減掉 減掉那個T1 也就是說呢 我這個地方 減掉T1 就是說結束的時間 減掉開頭的時間 不過最好這邊 應該是加個什麼 刮鬍子 先減 把它先減 減掉之後呢 記得再除以1000 為什麼呢 要除以1000呢 因為它的單位 是毫秒 毫秒的話是千分之一秒 所以呢 如果你要得到是秒數的話 那你就是要什麼 要是除以1000 OK 然後最後把它丟給T2 最後把它輸出之後的話 就會是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會是多少時間 OK 耗時 其實 瞬間啦 其實這個時間好像也差 差不去 再來看一下 有沒有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點點時間而已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除了想要知道時間之外 我還想知道 它到底比對幾次 比對次數 那是不是說在哪裡呢 回圈裡面 多加一個counts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地方 第一個 我需要做什麼呢 就是 在上面我宣告一個counts的變數 這個我想應該沒問題 這個它是一個整數好了 因為次數不可能小數點 沒有說0.1次的沒有 一定是整數次 預設子0 第二個的話呢 當什麼時候累加 就當什麼 這樣跑完了嘛 加一次 所以這邊的話有沒有 counts加加加就可以了 那counts加加應該知道吧 counts等於counts加1啦 其實你寫counts等於counts加1也可以啦 不過這樣敘述好像比較麻煩 用這個方式來寫就比較快 好 那就是加一次加一次加 最後的話要輸出嘛 輸出在哪邊 輸出在這邊 總共執行幾次 有沒有 就把上面複製貼上 共執行次數 把counts放在這裡 就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總共大概其實行幾次 六萬九千多次 兩萬 有快有慢有沒有 所以至少都是一萬次以上 但是還有七千多次的運氣 比較好一些些有沒有 所以其實五百多次 亂槍打鳥 那當然如果說 你是那樣追求那個數 就是 你是覺得這個程式 你希望當然做得更好的話 那你可以讓這個時間變短 次數變少的方法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都有統一的一些訊息 這個其實看能不能 比對次數越短 其實應該可以辦個比賽 看誰耗的時間最短 然後呢 共執行的次數最少 其實就是演算法 不過當然這是另當別論 這個是考試以外的東西 所以這裡特別注意 我們剛剛就主要加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多少時間 所以這邊的話會用到一個 System.Current Time Minus 其實這裡不用背 你打一個System之後點下去 第一個就是了 那這邊會出現什麼 告訴你訊息 因為我把它變中文的 所以這應該看得很清楚 以毫秒為單位的當前時間 然後注意 這個毫秒 剛剛有什麼UTC 還有同學來問什麼 出來我們剛剛有個TST 然後可是題目檔是CST 我是覺得那沒有什麼差別 考試的話大概這樣就對了 不會有問題 所以如果你實在是不太確定說 到底這個標準答案 是不是真的標準的話 我教各位有個方法 就是你在我雲端上面 可以看到一個那個 數科的練習程式 你把它安裝之後 把它打開來 它會在你的C點裡面 裝一個Java CAI 那比如說我們剛剛那一題是 和諾之數嘛對不對 因為它是4 所以你可以看後面是4的話 這個檔案都在這邊打開來 104 204 304 404 它就打開來 裡面的話有一個Exam Exam就是將來 它會試題給你的那個檔案 那你如果要把它放到什麼 放到你的那個Eclipse裡面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教各位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賄賂的 或者我習慣是這樣 拖拉 放開 有沒有 這邊有預設套件對不對 放開 它問你要不要Copy 確定 確定 這個JVD JVD 有沒有 01就有了 在這邊就有 不過你會發現 它給你的是 這邊class名稱是JVA01 要怎麼辦 按右鍵 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那重新命名怎麼命名呢 按右鍵 然後重構 重新命名 在這裡 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這邊改成什麼 JVA A01按確定 有沒有 錯誤就消失了 這個時候OK 其他的東西 你就自己再把它打上去 最後就交 所以交的時候 應該這個名稱也不用rename 因為它會進來的時候 你已經改過了 所以不用再改 記得喔 按右鍵 這邊已經要重構 重新命名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在安裝程式裡面 就會有這個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裝完之後 打開它 它會有一個那個 什麼呢 這個地方有一個是 練習系統 會跟你講說 這個Java的 這個TQC的 這個程式裡面 有一個Java 數科練習 但是有個問題 點下去 它怎麼樣 不支援64的 312OK 這怎麼辦 所以算了 你不要執行它 你就到它根部裡面找 第一題 然後這邊exam 就是將來會給你的試題 的範例檔都在這裡 第二個是STD 它打開來是一個class class是compile之後的東西 那compile意思就是說 你看不到裡面的source 對不對 可是我在雲端上有放了一個叫 反主義的一個東西 應該都會 應該有用過這種東西 反主義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就是本來看不到source 你裝了它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裡面怎麼寫的 它即便給你class 你把它點兩下 它就會有 它怎麼寫的 都在這裡 這個是TQC官方的 參考答案在這裡 OK 所以 如果你要 不過它那個因為 英文 中文的部分 它是用unicode 所以會變成這樣子 那沒差 反正就把它改一下OK了 那 這個東西 雲端上都有了 什麼叫反主義 應該都知道吧 反正很多東西 把它打開來 網路上很多東西 是點class檔 你就把它 即便不是點class檔 也可能是點JAR JAR 點JAR你把它rename成點ZIP 解除它裡面也是class 那所以這兩個東西在哪裡 提供有給參考 第一個 程式碼 就是剛剛的東西 我看一下 我是把它放雲端 雲端裡面的那個 剛剛第一個 這個學科數科練習在這裡 我把它變成那個清單 這個練習系統 你只要裝起來 在你的CD裡面 就有剛剛那些東西了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補充資料吧 我看一下 在補充資料裡面 會有一個什麼呢 這個 setup DJ 反主義 也就是你把它怎樣 裝完之後 本來看不到class 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OK 這裡的話 提供有給參考一下 試試看 就是 除了可以提高 那個效能 就是將來效能 不過那個考試不考了 比如說計算它要 開始時間跟結束時間 並且把它加總起來 算出一個時間之外 再來就是說 那個總共幾次 就是說總共它經過了 幫你重新亂排了幾次之後的結果 另外就是說 在雲端上有那個 學科跟數科練習系統 學科練習 不過 這比較 因為 現在都不支援64 它也可能 不會再出64位元的 那怎麼辦呢 要不就是 在現在64環境裡面 可以裝那個virtual PC 裝那個 就是 它可以幫你模擬 就是 新版的叫什麼 XPMore 它也可以 直接把它放在XPMore裡面 是也可以 弄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這種東西 它可以模擬那個XP 它可以模擬那個XP